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大家 我們昨天就已經講了 大家都在搶東盟這一塊 那雖然拜登後來還是要去柬埔寨 參加這個東盟的峰會 可是從上一次他們峰會 見面的送了那麼小的一個大禮 那再加上美國並沒有實質承諾 要給東盟這些國家帶來什麼利益 我個人認為你要用這種方式去裂解 是不可能的 裂解中國大陸跟東盟這些國家關係 是不可能的 甚至美國想要在東盟 再進一步強化他自己的關係 恐怕都會有他現實上的困難 因為長期以來 美國跟中間的某一些 包括越南這些國家是有心結 那菲律賓小馬可是其實 大家也都知道他跟美國之間的 這個意見是差距很大 其他柬埔寨這些都不要講緬甸 這些都不要講緬甸現在人權的問題 大概美國就很難跟他合作 泰國其實 雖然他有的時候好像跟美國還蠻親近的 可是他在武力上 他在軍事上面其實跟中國大陸合作很深了 他的戰車啊火炮啊潛艦啊軍艦啊 很多都是跟中國大陸買 因為中國大陸的東西就便宜嘛 物美價廉嘛 所以泰國經濟狀況也不是很好 泰國曾經 泰國是有航母的國家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真的啊 對啊他有航母啊 全世界最小的航母 大概才1萬噸左右 對啊非常非常小 然後那個航母 其實 那個時候泰國人很慶幸 因為他們在金融風暴之前買 如果金融風暴之前沒買 他們就買不起 然後那個 那個航母買來之後 因為飛機維修困難 再加上 油很貴 所以也是跟我們的 基隆級一樣都是港口王 碼頭王 都沒事就在那邊呆著 但不管怎麼樣那是 泰國國力一個展現 所以泰國人是蠻慶幸的 那可是泰國跟中國大陸 之間關係其實並不差 所以東盟這些國家 你除非美國能夠給他們持續 而且強大的利益 我個人認為說真的是蠻困難的 那問題是美國 他現在圍堵中國大陸 我們大家看到他現在大概 主要是以第二島鏈 為他真正實力所在 那第二島鏈依靠誰 美國自己的關島 然後那個澳洲 澳洲的達爾文港 這是他比較前進的一個基地 然後日本那邊還有幾個基地 包括恆虛赫這些其他幾個基地 那他在印度洋這邊他圍堵他 其實最重要就是 那個Diego Garcia 他叫做Diego Garcia 你看這個名字酷了吧 迪亞哥賈西亞 這個聽起來很像是什麼西班牙文的 很像人民啦 對啊 什麼西班牙隱形的名字 這個地方其實達加瑪發現 嗯 這個達加瑪很有名啊 讀過歷史課本應該都讀過他 他首先歐洲第一個 那個航行到印度洋中 他發現這個地方 那發現這個地方之後呢 其實他最早不是 英國人佔領 他最早是法國人佔領 搶過來之後英國就在這個地方殖民 那殖民呢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獨立的風潮很盛 那英國這個時候要展現一些民主的氣息啊 就是說好他裡頭一個 就是 Diego Garcia 他所屬的叫查哥斯群島這個地方 他說好啦 那我讓你摩理西斯人 在那邊進行經濟活動 我這個地方對我沒什麼太重要 就讓他們去玩吧 就他這樣開放令一開之後 他發覺不對 這個地方其實很重要 其實我覺得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 你知道那個 Diego Garcia這個島超小 只有幾十個平方公里 可是他連如果 連他旁邊的細湖加起來 一萬五千公里這麼大 這麼大 對啊 那如果以他這整個查哥斯 群島所控制的海洋 他這個經濟海域範圍 繞到幾十萬公里 其實那可以控制的海域很大 英國大概突然之間想到 這個經濟利益其實是不能放棄 所以後來 又想一想 就在同一年喔 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直接逼著 摩里希斯 因為摩里希斯當時還沒獨立 就逼著當地的 殖民地政府跟他簽約 用300元英鎊 就賣斷給英國 把島賣斷 對直接賣斷給英國 然後賣斷之後呢 他想 因為英國那時候已經勢力衰微 在亞洲 在印度的勢力越來越差 所以他想出來一個絕招 就是把這個 Diego Garcia這個島租給美國 那租給美國 因為美國這個強大在那邊 人家就不敢隨便動他 那等到1970年代 摩里希斯政府真正獨立之後 當然不願意承認這個東西 他當初是你逼我要硬賣給你的 所以就開始要打官司 要跟英國搶回這個地方 想把這個查克斯群島給要回來 這個官司一路打到現在 哇 打針灸 這個他從哪裡開始打起 從英國先開始打起 英國自己的法院 判摩里希斯營 那英國不甩 不服 不服 然後就繼續跟你扯 然後呢 英國的最高法院也打 行政法院也打 所有的法院幾乎都判摩里希斯營 然後一路打到國際法庭 國際法庭還是認為摩里希斯營 那英國還是不還啊 還是不還啊 英國還弄了一個很劍的劍招 什麼劍招呢 他宣佈那裡叫海洋保護區 所以本來國際法庭規定說 你要讓他 讓這些人至少你暫時不還他 你要先讓摩里希斯 能夠回到他自己的島嶼 他說那裡是海洋保護區 你不能回來 破壞生態 非常劍的一招 然後後來摩里希斯一路打 打到聯合國 然後聯合國這樣打下來之後呢 聯合國還是判他而已 還是辦摩里希斯 這個小國要在聯合國競爭過大國 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不過英國常吃這種鼻也蠻奇怪的 然後英國又輸了 然後這是規定他六個月之內就要還 不理 不還就是不還 死都不還 那全世界說真的你去看每一次都知道 因為這都很多世界國家要投票參與的嘛 你會發現全世界絕大多數的國家都不支持英國 那問題是英國 他人家就是老牌強盜國 而且人家用美國當靠山啊 對啊我就是不還 因為美國要在那邊弄基地啊 上頭有軍事基地啊 那英國也就靠了只有美國撐他還要 就夠資格跟全世界對抗 我就是不還 反正你們這些國家 也不敢真的跟我叫板 也不敢跟我開債 所以我就繼續吧 那因為Diego Garcia這個基地太重要 因為他是美國控制印度洋 一個非常重要的樞紐 那他這邊可以抓住印度 那右手邊又抓住中南半島跟中國大陸 所以這個地理位置太強大 所以他一定要在這邊有個基地 那這個基地呢除了 戰略位置重要之外 他還是美國另外一個秘密基地 因為美國在古巴爾觀塔納摩 那那個算是他一個飛地 所以他在那邊 因為美國本土法律不允許的地方 你不敢丟到觀塔納摩 這樣我就在言行拷打幹嘛 不受美國法律管轄 那我跟你講 這個查克斯群島這個Diego Garcia 是比觀塔納摩還要惡劣的基地 因為觀塔納摩至少還可以去探視或幹嘛 還有機會見到人 Diego Garcia這邊完全機密 你永遠見不到他 所以你不能不能上島 也不能去探視什麼都不行 因為那裡是純粹的一個軍事基地 然後基本上他就是完全 進軍方以外的人進入 這麼神秘 所以他們很多那時候 美國在海外發生戰爭 那一些不為國際法所允許的那些戰犯 或是被他們抓到的一些恐怖分子 或是美國認為有罪人 全部都關到那裡頭去 他們就才可以再慢慢弄他們或許機密 所以這個地方對美國來講 在另外這個程度上 也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對美國來說 他怎麼可能放棄這個地方呢 那反正他是跟英國租界嘛 那租界就一直租下去嘛 那英國當初也很滑頭嘛 就是說當沒有戰略需要的時候他就會歸還 那戰略需要是由他自己來認定的 現在要抗中當然有戰略需要 他永遠都會有戰略需要 搞不然有一天要打外星人也需要 對啊也需要這裡 對啊誰知道不需要 所以就繼續跟你扯皮扯下去嘛 那美國就靠了這個地方 就他掌握了這個樞紐 你知道這個樞紐還跟一個很有名的事件 很有關係 大家記不記得馬航飛機消失的事件 我今天爬新聞有看到說 馬航那個MH多少 370是不是 好像是M370那個不見很神秘的 失勢的班機 有人說都降落在這裡 那時候很多傳聞 有人說他的航線好像剛好會經過的附近 有人說他們根本就是被美軍劫持 因為當時不是說上面有很多 中共的一些科學家什麼 一些東西啊一些高級工程師啊 那當然這是傳聞啊不知道 可是這個島非常神秘啦 對非常神秘 但是你會發覺喔 很多在印度洋上面發生的神秘事件 都跟這個Diego Garcia這個島有關 都跟美國的軍事基地有關 所以呢 這個地方太重要了 美國是絕不可能放棄的 我覺得摩里希斯人 大概再等一百年都要不回來 對 我跟你講我今天在搜這個Diego Garcia這個島的時候 我看到非常非常多有趣的新聞 包含這個MH1跟370 我如果記錯的時候這個指證我一下 好說有人說這個飛機其實就是降在那裡 沒失事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我還看到喔 說上頭其實還有英國軍人 然後之前上面也發生過非常 兇殘的這種 虐殺婦女的案件 也是無效就 就沒消沒息 突然就被壓下來 然後就事過經遷 也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事後有沒有定罪 你也搞不清楚 然後最近各位如果去查的話 非常有趣 他被台灣人拿來詐騙 有什麼遠傳的什麼 什麼婦里那個 這十月底的新聞喔 說就是反正他們用什麼方法 然後再打電話打到Diego Garcia 用這樣的方法去詐騙了這個 上億元的資金啦 好所以關於這個島確實 有很多很神秘的事情 跟傳聞的存在 而重點是上頭是一個 美國非常重要的軍事基地 系統裡面呢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磁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金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GO 其實我們來可以買到 快點 吃